喜欢面包的就一定不要错过椰蓉小餐包 酥皮椰蓉超柔软细腻的面包组织 好吃的一塌糊涂 所有食材的用量在视频末尾处做了绘作 大家可以到最后再解图 高筋面粉250克 奶高糖酱母3克 白糖25克 2克盐 1克鸡蛋去壳后约50克 牛奶130 夏天和面坚硬用冰牛奶 降低面团温度有利于出膜 而且牛奶的用量要根据自家面粉的吸血程度灵活调整 面团尽可能湿润一些 也是有利于出膜的一种方法 面团揉到光滑以后 加20克黄油 继续揉到薄膜阶段 不一定非要揉出手套膜 只要能撑出了薄膜 破洞边缘光滑就可以了 整理好面团放回和面盆 密封起来放温暖处发酵 发酵成功的面团 体积是原来的大概三倍 手指沾面粉 戳孔也不会回缩 放案板上 揉搓排气 滚成长条 分成16份 然后把每个小麦团整理成圆形 烤盘底下垫油纸 或者刷点使用油防粘 间隔开距离摆放整齐 然后蒙上保鲜膜 二次醒发至两倍打 现在做的是椰蓉酱 也是这款面包的点睛之笔 60克玉米油 加颗鸡蛋 搅拌至乳化 也就是完全融为液体 加30克糖粉 就是把白糖粉碎 融化得快一些 如果用白砂糖的话 会比较难融化 最后加30克椰蓉 拌匀就可以了 做好的椰蓉酱 装表和袋备用 二次醒发至原来的两倍打以后 把椰蓉酱淋到表面 就在头顶位置淋一圈就好 烤的过程中还会往下滑一点点 淋椰蓉酱之前 就可以把烤箱给预热了 上下刮160 烤30分钟左右 烤到颜色金黄 出炉亮了 上面这层椰蓉就会变得很酥 这款小餐包不仅仅是香 而且组织特别柔软 我家每星期这时候做一次 小朋友特别喜欢 如果你也喜欢 记得收藏分享 别忘了关注军邦美食 下期视频再见